说的对 大家不要惊慌 我就是七号楼二十六楼的 杠六十五 我的名字叫郭涛 我是一个志愿者 在那个大航土建设房层医院的 大家也都不要害怕 我是二十四号半夜两点钟回来的 回来的时候我也很纠结 我也不想上楼 但是我没有地方去 但是我回来的时候 我是用纸开的门 单元 甚至我在电梯的时候 我都不喘气 到了家我用酒精喷的 自从我二十四号到家以后 我和我爱人都没有出门 我们怕影响咱们整个居民 这个原因呢 在哪呢 一会跟大家说一下 我本时不想回来的 但是我没地去 我跟你们说一下 情况是什么回事 我二十一号去的大航土 方舱医院 我干了八十六个小时 只睡了六个小时觉 顶着我们十多个弟兄 现在我们的十多个弟兄 应该都是沦陷了 他们都在发烧 我们干的那家是市政四处 当我们二十三号 那是二十三号下午 干完的时候 我们是要求在那隔离的 但是呢 两点钟他们跟我们掐 掐到两点钟 说烟性的都回家 大家不要惊慌 我现在今天还是烟性的 我们俩都是烟性 只不过是好像是说 方舱医院那边 检测出来的太多了 这样是容易爆发 可能就是把各个单元都疯了 现在他们今天一天 都在查我们这些人 就说不要扩散 不要扩散 大家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我回来的时候吧 我回来的时候 我哪都没去 而且我在电梯里 我都屏住呼吸 我尽量不呼吸 真的 我感觉对不起大家 我在车上待了半个多小时 我是不想上楼的 但是 旅店没有 宾馆没有 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姑娘和我媳妇说 你上来吧 注意点 别碰什么 在咱家里 要是传染了 也就是咱家人 不能传染外人 真的 我现在都对不起我媳妇 她因为我受怯怜 但是市政府不作为 我们在一线工作的人 他们不让我们隔离 竟然让我们回家 我的兄弟在外边待了三天三休 都没有上去楼 都没有上去楼 也没有地方住 真的 我们也没有地方找 我们也找不着地儿 我现在还在家里呢 等着车来接我们 实在对不起大家 真的不是说我想回家 我真的不想回家 但是四处和中铁八局都不留我们 而且没有一个防疫人员说 让我们去隔离 真的我们太无助了 不能说一线人员 现在咱们得病的 吉利是增加的 都是一线人员 一个建防商的 来回运输人的 到家搞调查的 都是这些人增加的 其实老小都得了 没有一家不得 我有两个哥们 有一个已经确诊了 阳性 他家两个孩子 媳妇 你说怎么办 我在放餐院的时候 我和放餐院就说 我说你们要么在这隔离吧 我们回家就孩子老婆 但是说没有一个领导出来 市政司出的领导 没有一个人出来 说你们必要隔离 你们都不能回家 没有一个人出来 我也不知道去找谁 只能看着我的哥们 一个个个的进去 我们真的是无助 我受不了 我真受不了 给他们小区 整这么大的麻烦 但是你放心 你们肯定是没有感染上 因为我们没有下楼 我不知道政府防疫部门是怎么想的 方舱医院 我们那么多人 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隔离 为什么要阴性就回家 我都知道这个一点都不脱底 也已经有阳性的了 他们还要回家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政府为什么干 市政司出 干活的时候 找人 勾人 走的时候 希望拉里 都不让隔离 然后他还说啥呢 你们走了 就不算我们的人了 说防疫部门说的 你们四处先有多少人 就去隔离多少人 之前的就不管了 本来我们是可以避免这个事情的 我们这一组十多个人 我们都要求在那隔离 但是他们种种原因 就是不让我们隔离 我在车上待了 要说 我都没上楼 我就在想这个事情 我希望在车里待几天 但是我爱人 跟我姑娘心疼我 要我上楼 没想到 哎呀 结局还是我想象的 太丢起大家 还行 我现在身体挺好的 我烧了两天两宿 最高的时候是38度 都没有下去 还好现在都是阴性 对呀 一定要调整好心态 没问题 我现在比较多了 就这么好 我现在是阴性 这么好 那我现在是阴性 就这么好 就这么好 他真的不是在你 这位还叫做 感谢观看